为了儿子妙人只好交出后宫大权 让给王志 窦衣房也不傻把他们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 这王志不简单啊 才几天功夫就把后宫掌权弄到手 好家伙 同时还能照顾冷宫的巧慧 看着是那么心地善良 这让窦衣房想到了以前的事也是看着那么真诚 让他完全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后来导致自己吃大亏 经过那次教训 这次窦衣房留了个心眼 至于这个经验 暂时又挨家保管 正当妙人要带走太后时 太后瞬间换了一副嘴脸 瞬间对王志没了防备 与其浪费很多金钱造一个奢华的宫殿 还不如留住回忆 留住一切美好 真是深得我心的 他不但满足了自己心愿 还替皇上解决了一个难题 如此聪明机智善良的女人 果真是个当皇后的料 他这回可以放心把精英递到了王志手里了 整个后宫就交给你打理 要是有人反对的话 你就拿这个说话 过又怕 呢 呻 我 太后 舒适